对于一个生物被尖锐的问题 华人口温会结痂会愈合 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人类对于物种演变的错误认知 他把他的标本 他的观察的成果进行仔细分析以后 看见所有的物种变化是连续的 又是什么力量颠覆了两千多年 大众对自然科学的错误理解 他的后生伽利略在比萨鞋塔上 用这样的实验证明了两千年来流传的错误认知 中国工程院院士化学工程专家金勇 为您讲述创新思维是国家富强的希望 在今天的三十分钟时间里 我们要共同关注的是创新思维 我们今日的中国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更需要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而世界科技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创新思维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创新思维是国家富强的希望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今天的演讲嘉宾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两届点赞科普中国科学传播人物的获得者 金勇教授 有请 谢谢您好 您好 欢迎您 大家好 我是金勇 几十载刻苦努力 让他成为国际公认 犹太化 反应工程领域 以及循环经济与相关学科发展 与实践推动的领导 两次出任中美化工大会主席 茂迪之年 依旧新系组组科技发展 为科技创新 呼吁呐喊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化学工程专家 金勇 你看大屏幕上显示的 今天我们的主题 是科技创新 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 其实在60多年前 1954年 您曾经在新中国建立一史 我们很多的事业 都要全面建设的时候 带着国家富强的希望 被选派到苏联 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留学生 您看我们现在大屏幕上 有一红一蓝 两个证件 这两个不同颜色的证件 其实都是 攻读完五年以后 学生可以获得的大学的毕业证 对 70年以前 我曾经被国家 派往到苏联去学习 这个新中国第一代 出国留学的学生 背负着国家的使命 是抱着一个要强国的理念 刻苦在苏联学习 大家还是非常努力的 我们当时呢 学制是五年 大概要考六十多门课 每门课都要口试 我们都要争取达到优秀 也就是它的五分制 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颜色 这是不一样的 假如六十门课 门门都是五分 也门门都是优秀的话 可以给你一个优秀 毕业生的论文 我们中国的学生 非常刻苦 我们绝大部分 或者说大部分学生 毕业的时候 都拿的是红色的毕业证书 这个在苏联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我们差不多每天七点钟就到学校 上了课以后 直接进图书馆 图书馆十二点 闭馆 我们才图书馆出来 一年三百六十天 基本来讲都是这样 除了学习就是学习 这种刻苦精神 一方面苏联同学不理解 他觉得为什么这么生活呢 他给我们起了个外号 说你们是面包干 就是非常非常枯燥 可是他们另一方面 非常尊敬我们这种 激励这种精神 他们不理解我们当时 是受了国家的重拖来学习的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做 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新时代 我们同样带着强国的梦想 想来听一听 我们老一辈科学家 当年肩负祖国重任的故事 希望给更多年轻人一些启示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金勇院士 大家好 我是金勇 我今天跟大家想讨论一样 关于创新的问题 我们国家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 我们已经走到了新的一个时机 我们也从跟跑者 大部分已进入了并跑者 我们未来要做林跑者 创新对我们国家的发展 有重大的意义 从小康到富强 我们不能靠技术引进了 技术引进时代已经过去了 只有靠创新 创新是我们发展的唯一的可行的路 创新需要人才 人才的表现就是创新能力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谈谈 关于创新能力的养成 怎么使一个人赋予创新 创新它不等于聪明 也不等于有学识 创新是需要一种新的能力 是需要我们努力自我培养的 大家想想 创新的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对 大家说的对 首先第一个能力 就是观察力 因为很多创新的成果 都是通过观察 通过形象思维 而取得的 有一个学者 看到一个水澡 在水上爬 他想 这个水澡为什么不符合阿基米的定律 它为什么不沉 他带这个好奇心 把这个水澡的角角下来 放在电子显微钉底下一看 发现水澡的角是很多毛次的 这个毛次都是纳米尺寸的 纳米尺寸的毛次 就可以把很多小气泡滞留在他的脚上 而且小气泡是不容易碎的 所以这个水澡是踩着四个大气囊 在水上爬行的 经过观察 在微观尺度就非常好明白 就明白了这个自然科学的道理 所以观察力 形象思维 往往是促进我们对自然现象 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要善于观察 1831年 达尔文出海 从英国Postmos港 做考察 在大西洋 转了一圈 他考察 植物 动物的标本 到了1835年 回到了英国以后 他把他的标本 他的研究观察的成果 进行仔细分析以后 看见所有的物种 变化是连续的 这个思想 打破了几百年 上千年 人类对于物种进化的认知 所有今天这么繁杂的物种 是自然进化产生的 当然这是一个通过观察 对人类的对科学的认知 一个重大的突变 这个就是观察力 对于发现自然规律 甚至以后改造自然规律 都是有极大作用 对于科学发展 有重大促进作用的 是想象力 阿姨散对想象力 给了极大的评价 他说 我没有什么特别 与众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有充分的想象力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空间是无限的 想象力 可以给我们科学发现 从抽象思维 引导我们 取得重大的科学突破 想象力 首先是 你要给自己预定一个任务 比如我们想 有一个宇宙飞船 在宇宙的航行 它很快 很可能被一个小的印石擦过 划了一个口子 那么对于一个生物 我们一个人 被尖锐的物体划一个口子 会结加 会愈合 那么一个航天器 一个非生物 它在宇宙航行中 受了这种擦伤以后 它能不能自愈合呢 现在看来想象 好像不可能 可是通过想象力的充分发挥 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宇宙飞船的外壳 是碳纤维缠绕的 在缠绕碳纤维的过程之中 在每层之间 我们放很多小的胶囊 胶囊有两种 一种是 A壁胶里的A胶 一个是B胶 缠到里边以后 假如航天器被划破了 那个胶囊也就划破了 A胶B胶渗出来以后 就凝固了 就结加了 航天器就愈合了 所以一个无际的东西 也可以自愈合 那么这是充分发挥 想象力我们做到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象能力非常重要之外 联想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就请主持人陈塑 为我们在胎世界 了解这个过程 我眼前的是科学派的世界 派这样一个元素 其实是在数学世界 被首先发现的 但是它后来也帮助着 物理学家 工程学家 等等其他学科的科学家们 做着科学上的突破 而这些突破也是基于我们伟大的科学家们 有着强烈的联想力 关于联想力这样一个关键词 在科学派的世界里 我们都发现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哦 在科学派的世界里 我们搜索到了一部古书 它的名字叫 《肘后背疾方》 这也可以被誉为是我国历史上的 第一部有关于急救的指南 我们来看看这部书上有什么样的记载 正是由于这些记载 让胡悠悠联想到 是否可以运用现代技术 将轻烤中的有用物质提取出来 用于治疗瘧疾呢 正因如此 它找到了轻烤素 成为了治疗瘧疾的良方 好 除了轻烤素 故事之外 联想力还促进了我们很多的科技的重大的突破 比如说 我们现在淡水资源不足 我们需要进行海水淡化 假如还用蒸馏的办法 就会耗很大很大的能量 可是我们从生物体内进行的非常多的物质分离过程 比如说我们吸进了空气 我们肺把细胞膜 把氧气渗透到里边 给血液运行 分离了氮气 吐出来 我们的大肠 我们的肾脏 都是通过细胞膜 把物质分离开来的 也就是通过膜来分离物质 那么现在我们海水淡化 是用膜分离的 海水 从一边进来 淡水就会通过膜流到一边 浓的海水就排掉了 通过膜分离 我们可以很便宜的 很不好能的 大量的分离海水 把淡水拿出来 解决人类生存 淡水不足的需求 所以联想 对于科技创新 科学思维的重要性 我们就不言而喻了 是一个重大的 突破的方法 下面我们讲 另外一个 创造思维的方法 也就是思辨力 思辨力就通过思想 通过分析 判断 思维 去做出 重大的科学技术的突破 我们都知道 二次大战时期 英国飞机 大量飞到德国去轰炸 这些轰炸机 在返回英国的时候 可能是歪歪扭扭的降落了 发现飞机上 有很多弹孔 这些弹孔 主要分布在机上 机尾上 那么大家 就开始考虑 保证我们飞机 能够顺利返航 我们怎么来加强 改善飞机 不被击落的工作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各位怎么想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一个数学家 叫王尔座 他跟高层的领导说 飞机需要加强 可是绝对不是 摆这些翅膀上 尾翼上增加护板 因为你没有想到 飞回来的飞机 是这样的 没有飞回来的飞机呢 他们着弹点在哪呢 看起来 没有弹孔的地方 可能是最要害的 因为这些地方 被打到以后 飞机就坠落了 这样的话 就改变了大家的思维 完全是颠覆性的 逆向思维 结果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我们在思考 在观察的时候 还有充分发挥自己的判断能力 这就是思辨力 思辨力就是有批判思维的能力 科学家有了正确认识以后 还必须有行动的能力 能把自己的发明创造 真正造福社会 造福人类 现在我们就请主持人陈素 为我们在派世界表现这个过程 欢迎 让我们一起走进科学派的世界 我眼前的就是科学派的世界 那么在数学概念上 它是圆周率 而在我们的现场 科学派其实是科学智慧的集成 它不仅记录了很多的伟大的科学思想和方法 同样它也记录了人类科学史上重要的历史进程 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科学派搜索到了什么 看来这一次科学派潜入到了大家印象都很深刻的教材当中 这样一张图可能不少同学都曾经看过 曾经亚历士多德认为质量越大的物体 下落的速度就会越大 可是他的后生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 用这样一个实验证明了他的谬误 两个不同大小不同质量的物体 让他们从比萨斜塔上同时掉落 结果发现他们落地的时间是一样的 而也用这样行动和实验的方法 看悟了一个2000年来流传的错误认知 那关于行动力 金永院士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家里在很小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他有一次在一个教堂走廊里走过 看到有一个挂灯 被风吹了以后在摇动 他注意到每次在风亭以后 中的摆动 虽然幅度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可是他每一个周期的时间 好像是一样的 他就用脉搏测了一下 证实了 然后他回去 觉得这个现象非常奇怪 他就在实验室里用重量不同的大小的球体 用不同长度的绳子做成单摆 叫单摆在摆动 仔细的科学测量以后 那即时系统 就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过去我们是用沙漏 用水漏来即时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机械中的时代 所以看来 科学发现 要想办法应用 就是你的执行力 你必须有能力 把你的科学技术 从书本 从书架上 从象牙之塔 应用到社会谋福利 是什么力量让航天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今社会 中国目前在世界上地位 使我们只有不断的创新 才能使我们国家富强 而创新能力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禀赋 是我们永远前进不断进步 不断发展的唯一的源泉 使我们在世界上成为一个优秀的民族 一个富强的国家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当今的社会唯有创新者进 唯有创新者强 唯有创新者胜 再次感谢金永院士精彩的演讲 谢谢您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中国科学科普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 共同推出的全新科普栏目 科普中国改变世界的30分钟 刚才我们在现场聆听了金永院士的演讲 我觉得您所说到的 想象力 联想力 思辨力 行动力 这些它是成为一个优秀科学家的基础 但我觉得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 不论是不是从事自然科学 一个人的全面的要求 我不知道刚才听完了您的演讲以后 我们的现场的同学 有没有调动一下自己的思辨力 想到一些要交流的问题 接下来你们可以调动一下自己的行动力 举手适宜我要提问的同学 我们请这边的这位女同学 金老师你好 那我想请问您就是 除了您说的上述的那些能力以外 您觉得像您或者是像我们这些当代的年轻人 在培养一些创新能力的时候 还需要哪一些因素呢 对一个年轻的同志要努力学习 可是不要死读书 读书要思考 死读书会束缚你 影响你的创新 现在呢有一个现象 娱乐也很发达 传媒很发达 信息产业很发达 我就碰到有一个学生 学得非常好 他忽然要转系 我说你为什么要转系呢 他说我想当 对不起 他想当主持人 他认为这个作用更大 这个现象不仅在中国 在日本也是一样的 日本在上个世纪 学生报考工科专业的很多 占到百分之十几的二十 可是到现在呢 工科的考生的比例 也就下降到各位说 日本的创新能力 日本的工业技术 发展迟缓了 不如以前了 为什么 因为最优秀的人才 逃离了工程科学技术 这是极端可怕的 所以我们说 年轻人应该 以国家的需求 国家的发展的需求 作为我的志愿 所以希望大家 要进入科技创新领域 你们现在面临的是鲜花铺车的道路 我们到二零五年年 要成为发达国家 我们的人均GPP要翻两番 我们从一万美元 要翻到四万美元 靠了谁 就靠了你们年轻一代 下一个四十年 是你们发挥天能 成就事业的重大的阶段 国家就靠了你们了 这是我们老一辈科学家 对于年轻人的一封 进入科学领域的邀请信 而同时我也相信 以国家的需要 为我们人生方向的选择 一定能够找到 切合这个时代 切合我们国家 同时也能够发挥 一个人才干的历史契机 那接下来我们来 哪一位同学可以举手 切合已经不应该在一线了 因为我们的学生 是最优秀的 可以说一代比一代强 我们在清华大学 庆祝110周年校庆上 我们的团队做了一个节目 叫四世同堂 我的学生 我学生的学生 我学生的学生 四代人在一起讲 而且每一个人的贡献 一个比一个强 所以传承这种文化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跟上 我已经不在第一线了 我希望把我的经验 把我的知识 跟大家分享 我只能做些科普 只要生命不息 工作不值 折腾不值 我们终于又在现场听到了 金永院是时常说起的口头禅 生命不息 折腾不值 但我觉得从金永院士的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 创新者给我们的感觉是 不论年龄 总有一种年轻的感觉 当然我们在此 也代表今天的观众 祝愿金永爷爷能够健康长寿 我们也期待 我们所有的人 能跟您一样 一直保持着创新的活力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再次感谢您 同时感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各位观众 对我们节目的关注 科普中国改变世界的三十分钟 我们下期再会 本期要点 创新能力 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源泉 是改变世界的不洁动力 只要注意培养自身的观察力 想象力 联想力 思辨力 行动力 都会拥有改变世界的创新能力 在专业选择方面 应该注意选取 对世界对人类 对国家有意义的专业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下载以下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